大家好,歡迎來到攝影師休息室 為你帶來很多興瑞攝影師介紹 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由ZOE 分享她在攝影工作上的獨特心得 她作品看到裡面有很多有趣的視角 希望ZOE可以領略她豐富多彩的創意世界 ZOE妳是一個設計師 同時也拍攝了很多很有趣的照片 那妳有沒有對自己貴類在攝影的哪個類別呢? 沒有把我自己定義為哪個類別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視角 拍攝人家的視角可能都會贏 有點像是偷拍的那種視角去拍攝 我喜歡有一種就是人在很自然的情況下 然後擺出的姿態 擺出那個動作 我喜歡那個動作 而不是妳去故意擺什麼樣的姿勢 然後讓我拍 喜歡在人家可能一個人單獨做事的時候 很認真的時候 那個神韻那個態度 我喜歡把它偷拍下來 有時候我會蠻喜歡用斜式的感覺 斜的角度去拍攝 那樣子的感覺 會讓整個畫面都會比較自然 不會像是 有一些很特意去擺出來的那個動作 我喜歡這種氛圍 可是我沒有把我自己定位為哪一種風格 我拍攝的都是我自己覺得喜歡的 我可以從Zoe的作品裡面看到 她其實很認真的去對待她生活中 很多瞬間的小事件 都讓我們感覺到特別的真實 而且透過她的視角有一種細膩度 其實我們在閱覽很多的作品 不管是日系寫真 或者是所謂的 吸食攝影 接受攝影 對某種瞬間的真實反應 其實在Roe的作品中 都可以看得到 裡面就很多具有小巧思的構圖安排 現在是一個後數位攝影時代 我們創作影像 已經沒有在區分底片 或者是數位 其實所有的影像 都是數位後處理 現在也有很多攝影師堅持底片的韻味 而Roe的作品 其實就很多很多底片特殊的質感 也非常吸引人 在現在潮流是非常方便的 手機攝影時代 某某為什麼會再重拾底片機 而且我知道某某有收集底片機的習慣 底片創作上 底片質感給它帶來什麼樣的啟示靈感呢 我喜歡底片的那種粗糙感 顆粒感 那會是現在手機上都 沒辦法達到的那種效果 所以我的個性偏有點像反骨的感覺 喜歡一些傳統的東西 那也會比較好 復古的一些偷藏品之類的 可是我喜歡底片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一個記憶力很差的人 而且我手機其實不常拍照 拍了很容易就散掉了 可是底片的話 再怎麼說你也是花了幾百塊去洗它 所以我覺得我每一張都會好好保存 在拍照的時候 我喜歡那個角度 我拍完就會忘記了 然後直到可能過一兩個月 再去洗它的時候 我才會記得那個當時的畫面 我是喜歡這種感覺的 因為我不喜歡手機拍照的時候 你還要調的那種感覺 因為底片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拍的這一張 你就走了 就沒事了 可是手機的話 因為你知道可以修 然後你知道什麼樣的角度 要怎樣 你要達到那個完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整個畫面 就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事情 Joey真的是非常製作人 當下就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那一瞬間就已經決定了 作品它會來回味的溫度在裡面 我知道你在底片的畫面上也不少 對 其實我還蠻喜歡買 之前還蠻喜歡買底片的啦 但現在比較少 因為是因為 現在比較少出去了 然後比較少會拿個底片出去 花費其實是比較高 如果底片的話 對 所以現在我會有在看 一般的數位相機 拓展一下領域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最近也有在看那個絲片 它的花費好高 而且我是喜歡 不是直接顯影出來 是可以絲絲的絲拉片的那一種 未來我也會有 繼續去收藏那些東西 另外一個攝影的世界可以去開啟這樣 因為我本身是做設計的 底片的那種效果 我平常在PS也做不出來那種感覺 可是我有點想要去模擬那樣的形式 可以用平面設計去做底片的那種感覺 那種顆粒感 其實也變成在做設計 在做圖像的另外一種思維 不只是眼睛看到 甚至是手可以摸到那種觸覺 把它呈現在畫面上 嗯 其實不管是拍攝啊 或者是做設計做繪畫 其實我們都在做一個Picture 一個圖像 它可能是抽象的 也可能是寫實 也可能是應對著某個事物 但是也可能不完全應對任何事物 思維上的模糊地站 同時成為設計師 創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互相借鏡 互相援引 底片顆粒質感 你會把它帶進設計 你在拍照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樣的設計師思維 會影響到你的拍照 拍照可以帶給我設計上有一些創作靈感 基本上這兩件事情我是分開的 攝影的話其實 我大部分人都會喜歡用偏右偏左的 不然就是置中角度去拍攝東西 覺得那樣子的角度 是人看東西的角度 置中其實我也覺得很難 我喜歡舒服的樣子是偏左或偏右 以人的視角去看東西 在過苦上偏左偏右來做過途的平衡 左邊有一些東西 右邊有一些東西 那種感覺 對 我喜歡我的畫面是都在左右的 我喜歡這種畫面 我們設計師其實對圖像都是有相對的敏感性 在過途上的平衡上左右的取捨 像比如說你在美術館拍的畫面 人物在靠左或靠右的時候 他其實畫面直覺式的安排完美平衡 感覺到裡面有故事性 整個picture又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你都是怎麼樣去累積人家獨特的眼光 是透過音樂還是電影還是小說 還是其他媒材的去累積這個想法 還蠻喜歡看電影的 或是展覽 電影的話呢 我很喜歡老電影的 龍家衛的有點復古的那一種 或是威斯安德森的那一種風格 比較鮮明的 一個是比較有點像橘紅的那一種復古感的 因為有一些老電影 它其實拍攝的手法 如果停頓的話 它也是一張很漂亮的一張照片 我還蠻喜歡看電影裡面 帶給我的靈感 那因為現代的電影不是越來越進步 可是我好像沒有那麼喜歡那種 成熟的科技的感覺 有一些畫面如果太清晰 會讓我覺得有點太不真實 我很喜歡底片的原因是因為 它有時候可能會很模糊 會是我覺得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那個浪漫的角度 是我很嚮往的感覺 如果有一些畫面太清晰的話 我不會覺得它是一件很漂亮 很美的事物 可是模糊地帶會讓我覺得 會有點好奇心 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會用在我拍攝 拍照的方式上面 可能模糊的有點看不太清楚 會讓你自己去思考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我蠻喜歡的拍攝手法 展覽上面像是北美館的東西 我也會買 會給我一些靈感 基本上逛完一次展覽 你那天的靈感就會特別的多 然後我很喜歡 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真的很開心的那個畫面 我也很喜歡那個樣子 肉依她的視角 類似展覽場域 經典電影的變成她的養分 它那細膩的觀察的起點 不管是日常或者在旅遊中 不只是表象進入那麼簡單 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的情緒 說是波姐從肉依的作品找尋到 原來那個靈感的啟發在哪裡 那肉依如果以後來 然後再用數位器材做拍攝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 比如說底片的感覺啊之類的 基本上底片之外 我也喜歡她那個錄影機 拍手機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錄影的方式會舉多 因為我喜歡很小到大畫面 我很喜歡逐步放大的那個效果 有時候會還蠻滑稽的 可是有時候真的可以看到 他臉部細微的畫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好玩的 你的作品 我們就是透過IG觀賞 IG平台 你有沒有什麼樣 排版啊 或是怎麼樣類型放在一起 你有這樣的編排嗎 我其實是沒有刻意去佈景 覺得漂亮的東西我就放上去 好像漂亮的東西放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就是一個 呈現的一個風貌吧 我沒有特別讓它變得很 就是有刻意的感覺 我就是今天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東西就放上去 有什麼底片基調 我沒有全部都是底片 有些是手機拍的啦 手機的拍照的方式我還是喜歡 它有一點顆粒 其實放大的時候 你畫素就會變得比較差嘛 那個畫面我覺得 我就會放上去 跟其他攝影師不一樣 要尋找它的底片 放大的顆粒感 來做呈現 我們可以看到IG 它整個調性非常統一 有它的個人韻味 不管是用手機 不管是用底片 它追求了粗糙顆粒的 手可以觸摸的感覺 實體的溫度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把作品 做成出版品 或是有其他的 我也會想要做自己的一本攝影書 就是可能我自己可以自己翻閱的那一種 像是我的畢業製作 把我自己的攝影作品 帶到我的畢業製作 緊密的結合起來 對 分享一下 有沒有一些小的tips 我其實不太喜歡用 顏色太複雜的特效 我都會用原相機去拍攝畫面 那如果你之後想要打造一種復古的感覺 的話就是在PS在修就可以了 不要一下子就是用特效去拍攝 你可以再多想一下畫面呈現 要怎麼拍好一個好照片 個人是覺得 你覺得漂亮這件事情就是漂亮 所以 肯定自己的想法 那些畫面都是我自己覺得很漂亮的畫面 有人喜歡 那就是 謝謝喜歡我的照片 你覺得漂亮的事情 你拍下來 那個就是漂亮的照片 那就是好的照片 我把我的生活 分享給各位 那你覺得漂亮 那我也很開心 說自己覺得 最珍視的那一刻 最喜歡畫面呢 其實是無可取代的 循著這樣的想法呢 讓自己每件喜歡的畫面呢 都可以被自己珍藏起來 這樣怎麼要看待 你的設計跟攝影 會並行嗎 一樣會並行的事情 因為 設計可能就是我養活自己的工作 可是攝影的話 算是我私底下自己的興趣 在設計上面 會是我在平面上一個很好的工具 一起創作 其實這件事情就在我的畢業製作業 我會拿我自己攝影的東西 在我的設計上做呈現 AI跟PS 有一些畫面沒辦法 創造出底片 或是照片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這就是需要攝影的作品 去呈現我的平面設計 自己的照片的元素 把它作為我們設計的 章節或骨幹 如何進去 對 圖像是不同的 美感的彼此可以互相的連結 在生活的收招 甚至展覽中 去萃取想要的靈感 將自己最珍視的畫面呢 轉成平面的 或是攝影的作品 今天非常感謝肉眼 抽空來為我們分享 寶貴的攝影的想法 以及一點點 他的私人小秘訣 想聽到更多關於攝影師分享呢 也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